欢迎听众朋友回来收听Betterme更好的自己 今天呢我访问的是非常年轻的27岁创业家林修和先生 他现在已经成立了他第三家公司叫富有豪猪俱乐部 但是我们今天谈的是怎么样领导密世代 密就是非常自我ME那个密啦 我们刚刚讲到就是说修和他在三间不赔钱的公司呢 都是领导青年级生 我刚刚也问他为什么只雇佣青年级生啊 哦不意外因为他自己也是青年级生 他可能请不到比他更老的人啊 不过说真的我们也非常的承认说 去领导这个年轻的世代真的有很多的trouble 包括现在年轻的世代可能都觉得自己是个品牌 自己是个故事自己非常有主张 什么都是我我我 可是要在团队里共同去创造公司的绩效 那这个时候呢修和提出第一个事情 就是必须要有共同的理想跟目标 可是当他说服了一群人有共同建立共同的目标 理想梦想的时候 这时候他发现有很多人啊 他也是出一张嘴 执行力就是不够好 那碰到这样子的情况呢 修和要怎么样的去管理他们 所以我们就继续这个话题 好 就对于七年级生他们就是因为有自己的主张嘛 然后他们在面对公司的时候都很喜欢就是自己忙里偷闲 就喜欢忙里偷闲 就是不安排以出牌 是 就他希望就是公司虽然有一些文化或是一些规定 但是可能因为大学习惯或是之前对于职场的一些认知可能都不一样 虽然他们就是不喜欢加班 或是上班一定要用MSN或是Facebook 是 不然没有用整天闷在那边的时候 他们会有点受不了 受不了的状况 讲到这个我们就可以好好讨论一下 前一阵子不是电视新闻也有讲吗 在美国一家公司有一个 有一个员工上班的时候偷偷在玩Facebook嘛 结果他变一个世界性的新闻因为老板就是要fire他有没有 那我觉得这个也是我们现在比如说像我是五年级后段班或六年前段班 对于七年级时代真的是很不能很不能互相了解的一个部分啦 因为老板总觉得说我付你薪水嘛 那你的时间应该是属于我的啊 结果你在上班时间不仅玩MSN还玩Facebook 然后呢上面说不定还在骂老板 这个对老板来说情何以堪啊 可是你自己也身为老板 你怎么看待这个事情 刚开始其实我也觉得很不能忍受 就是我花钱请你过来 结果你竟然在给我就是打混 而且很明显的在我面前就是这样做 而且有些人就是会 因为有时候经过某些人的旁边 就会每次经过一定会有缩小视窗这个动作 就一定会看到缩小视窗 其实我们大家都有点心知肚明说他刚刚有做一些什么 就是我可能有一些限制啊 然后他就是还是会想要去 有点像叛逆的心态去做 那后来我有去 我有试着去找我的伙伴去聊这件事 就是就是我本来是有点像禁止的状态 说你之后其实不能这样做 因为我们公司就是要讲求效率嘛 然后因为这样如果你加班的话等等之类之类的 那后来我发现我这样一做呢他们反抗的声音会更大 开始有慢慢有一些骂我的声音或是不服从的声音会慢慢出现 那后来我去检视一下我自己的状况 我发现如果我一整天都是在做正事 尤其是有空闲的时候 如果不去做一些网路的一些 休闲休闲 因为去做那些休闲的时候以青年级来讲 他们有时候会找借口或是会说 哦他们是顺便找资料 他们也是顺便去建立自己的人脉啊 友情啊 去互相聊一下公司的状况 因为他们建立的人脉可能对我们也有帮助 这一天就是屁话 对虽然是屁话没有错 但是我觉得 其实我可以反其道而行 所以我后来会是开放大家其实都可以使用 而且只要是在你的工作时间范围内 就是你可以把事情做完之前 你可以尽量用 而且可以尽量在我面前用 因为我也会用 我也会可能会用MSN或是Facebook 跟你打招呼等等 然后反其道而行呢 因为我就觉得 你可以顺便去建立你的人脉 所以我开始去从他们每个伙伴的人脉中间 去认识一下他的朋友 例如说我去了解说 你有什么朋友 什么朋友 那我会鼓励他说 那你平常在公司的时候可以去跟他 跟他就建立一下友谊 那如果我们有需要 例如说他认识印刷业的 那我可以鼓励他说 你可以平常没事跟他多打招呼啊 我们有需要的时候 可能会接踵你的人脉 OK 当他觉得自己的 自己的朋友好像受到重视 而且Facebook跟MSN等等聊天软体已经是完全开放了 OK 就没什么想做了 对 其实我完全开放的时候 他们反而会觉得 老板就是怎么上面的这样讲 他们反而上的时间 好像不会说这么多 真的讲到一个年轻人的心态 也许不是年轻人 就是世人都是这样 你越要管我 我越想做 对 对不对 可是一旦你开放了 我就不觉得这件事情有什么特别稀罕的 然后再来呢 我觉得有个关键 其实修和没有提到 就是这个老板 他竟然也加入你的朋友圈 然后我不是禁止你啊 可是我随时都可以看到 你在上面一言一行嘛 所以我也是正在鼓励的角度在拓展人脉 这个其实也让这些 其实原来只是把他当成一个自己在休闲的人 他的乐趣其实是有点减少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 自然就减少了去MSN或者是Facebook的时间 好像比应家遏止他要更好一点 因为我后来发现他们的确 的确我们公司有一些问题要发问的时候 他们的人脉真的是还蛮有用的 是 我可以及时遇到 就问到一些我想要知道的答案 而可能是我们这个团队当下无法预知的东西 所以在这一点我觉得修和 七年级的修和 他已经提供了六年级 五年级的老板一些他的想法 就是第一个有些事情 如果已经是这些年轻朋友习惯使用的工具 甚至像电话一样 那你不用去强加的遏止他 那反而应该去想说既然他们有这样的习惯 我怎么样去善用这件事情而成为对公司有利的一个角度 对不对 好这个也是年轻人非常特别的想法 不过修和我很想问的就是说 其实现在大部分的公司呢 他们好像加班都是所谓的责任制也是理所当然的 那在你的公司领导青年级 你刚刚有讲到说 其实青年级的人都很不喜欢加班 那你怎么样看待这件事情 刚开始我在创第一家公司的时候 因为那时候我 我去找一群使命感非常强的人 所以大家会觉得加班是理所当然的事情 OK 那理所当然到后面会变成一种习惯 不加班好像就觉得怪怪的 对 然后加班就是觉得 就是一样的事情 就算今天的事情很少 我还是会把它弄到加班 OK 加班为止 这样对公司也不一定是好事啊 对后来发现说这不是好事 第一个大家很累 第二个是大家的活力 因为青年级生最宝贵就是他的热血跟他的活力嘛 那他的活力也会慢慢的被 消退 因为长期战会被消退 而且一个团队当中 大家都不敢走的状况下 大家也都不会主动去 就是主动做完事就只动 主动离开 因为大家都加班嘛 你觉得自己先走好像对不起大家 所以大家就习惯 什么时候上班什么时候大家一起走 嗯哼 它是一种恶性恶性的习惯 OK 所以后来我就把整个公司的组织去做一个统合跟统整 嗯哼 因为我后来就是强调一点 就是说 从今天开始我们都不要加班 嗯哼 我们全部都不要加班 后来我在创第二家公司的时候 因为我们是走设计业 那大家知道设计业 如果是在台湾的话 其实加班是 非常正常 非常严重 所以我每当跟面试者说 我们不用 我们绝不加班 他们常常会用一个很疑惑语气说 真的吗 你们公司真的不需要任何加班吗 而且你们公司生意不够多吗 所以他那个 所以我会把不加班变成一种福利 因为其实青年级生很重 他们重视的不是 他重视福利可能会比金钱还要再多一点 这个我有发现 对 所以我会把不加班转换成一种福利的制度 OK 好 可是讲到这个 就是万一 万一你的公司 今天客户特别多 然后或者是有人请假 你如果不加班这个工作 无法完成的话 该怎么办 我们在下一节的节目 继续来讨论这个问题 好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